你们不害怕吗 你们敢不怕说我忽然敢在台上就倒下去了 如果往生的那一天 那时候都没有办法唱到这些歌曲的话 就火化掉就好了 不行不行不行 老师之前因为你有开直播 跟那个许长德老师有聊到 因为有人一直讲说 你之前就是病就是生病的事情什么的 然后就变成是一个很像大家来炒作说 卖票还是怎么样的 就说同情票 同情票 说自己病得很重 然后来取同情票 对 其实我还蛮正向的 为什么 我一个好好的演唱会 然后卖票就自然的售票而已 关歌手什么事情呢 歌手需要牺牲到说 去做一些诈骗的事情来诈骗你的票吗 我觉得这个逻辑不通 是 对 所以我才会那天才会直求对决 这样的故事会让我警示到说 我不能用责怪任何人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 是 纵使你认为说 亚文你生病了 生病怎么样 生病很伟大吗 当然不伟大 生病很委屈 我觉得生病很委屈 那我如果用生病来骗你的票 那我觉得我更委屈了 而且还要这么辛苦的在台上唱歌 这还要练习 对啊 为何呢 没有必要 而且这是一个很不聪明的做法 如果要用生病的这件事情 来骗取你的同情票 很不聪明 因为生病是既定的事实 它改变不了 我那个病是不会好 这个就不用再宣传了 它绝对不会好 那不会好我要看开啊 我要正向啊 我要正向的思考 正向的面对啊 我不需要你在落井下石啊 亚文老师 你到底藏了几首歌 你有算过吗 我没有算过耶 但是我 我如果啦 我是这样想 嗯 想说 当我 如果 往生的那一天 我会想说 我那些歌 会不会被挖出来 由谁来唱呢 我要不要指定 由谁来唱这些歌呢 来传唱呢 又想想 算了啦 如果 那时候都没有办法 唱到这些歌曲的话 就火化掉就好了 嗯 不行不行不行 太浪费了 而且我们 我们觉得老师 还可以再唱好几年 好几十年都可以 你觉得我可以再唱很多年吗 老师你先自己先唱完 我们都期待 真的 你真的觉得 不然你留一两首给我好不好 你好善良喔 你好善良喔 你怎么会觉得 亚文姐 其实你也是跟着这个生命分秒 在竞争的人 对 那您怎么样来看看 这个生死这件事情呢 我从得知自己得到了帕金森以后 我就知道我的生命在过秒关 我也在玩廟啊 我不知道哪时候会恶化到什么程度 还好现在科技的发达 然后让很多的医学上的研究能够有新的药物 控制了我现在手比较不抖 这些都是所有的粉丝你们教会我的东西 当你们给予我生命的力量的同时 我不能放弃我的生命 我应该更加的去珍惜说 我怎么样过好每个秒 中 点 我要怎么样去过好这些 十日 那你说 真的那么有希望吗 我倒不觉得 我对我自己没有那么大的希望 跟肯定说 我给你好好 我今天上了 这个影响的节目 下一秒呢 我真的还在吗 不尽然 是 因为前一阵子也知道红人榜啊 成勋 就是也是突然就过世了 让很多红人榜的老师 其实都对学员们 参赛者 真的都是当做是 家人一样在照顾 老师其实也是一路走过来 所以很疼惜这些子弟兵 但没想到他就 这么这么的突然的离开 很突然 那天 当我 收到讯息的时候 我马上回讯息 开什么玩笑 这不是真的 这不是真的 我一直一串话 一直写 同样的话 重复 这不是真的 这不是真的 我不能接受 我到现在都不能接受 我到现在都觉得 成勋还在 是 他还在 他一直都在 这么快乐 爱唱歌的孩子 他的精神都还在 但是 因为这样子 会让我更珍惜说 当我还能够 用这个身体 发声 发音 说话 我会认识 我会拿到 我会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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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演出 我不敢想象 我不敢想象 我还有演唱会 但是当 主办单位 来邀请我的时候 我说 你们不害怕吗 你们不敢说 我忽然敢在台上 就倒下了 他说 亚文姐 你可以的 你可以的 可是 我说 我不 我不觉得我可以 我没有一天觉得自己可以 我都是假装坚强 假装勇敢 我假装了很久 我一直在假装 但是这个假装 可以装多久 等到成勋的事情 他压垮了我 我不能去接受这个事实 可是 这个孩子很慈悲 他慈悲到让我 忍住了眼泪 他慈悲到让我 觉悟到一件事情 生到死 是一条山 生是死的起断 死是生的开始 所以他没生也没死 他还在 所以我就一直安慰自己说 对啊 成勋还在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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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